等了這麼久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方案 終於在星期二出路 中港兩地決定 以深圳灣口岸模式實施一地兩檢 在西九龍站分別設置香港口岸和內地口岸區 內地人員在區內擁有全面執法權 無論是離港還是抵港的旅客 都可以在同一樓層辦理出入境手續 最快幾分鐘內就可以完成過關 之後就可以直接等車 律職司司長袁國強說 將會以三步走的程序落實 先由兩地執行相關的合作安排 之後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和批准 再由港府和立法會進行本地立法 他強調全不是港地或者在香港重新劃戒 我們雙方的共識是非常清楚的 剛才所說的三步曲包括剛才所說 將會有這個條款 是令到內地口岸區視為香港區域範圍以外 這個安排是不會 我強調是不會 涉及重劃香港的界線 高鐵通車之後 由香港去廣州只需要48分鐘 去北京也只需要9小時 政府相信高鐵會為本港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 在50年的營運期內 港人平均每年節省3,900萬小時的行程時間